黑男穿雨鞋 站在路旁滑手機 旁邊萬宋員拿完餐點準備離開 雙方宛如命運交會 一個騎車不斷倒退來回路 一個步伐堅定互不相讓 下一秒對方慢速起步 往男子右腳撿了過去 頭也不回騎車離開 就是這個動作惹怒了當事人 他的衣服是X的 他的箱子是另外一個平台的 我就這樣拍照給我的朋友 現在平台不好跑了 倒車出來然後就朝我這邊路過來 事發在二十號凌晨六點 台北新營機車停車格 不知道是外送員騎車技術太差 還是同行相見泛萬眼紅 看見同行郭馨男子也要外送等餐 趁控檔木花手機 余興外送員騎車前後倒退路 好不容易騎出機車格 又碾壓對方右腳 郭南大喊 你壓到我了 提告過失傷害 正常人就是前面有人 如果要騎走就會直接騎走 怎麼會一直要往我這邊騎 網友笑翻 哇 輪胎碾腳 告鬼一定很痛 看起來變成外送糾紛 告鬼直接提告進法院 但再看一次監視器 男子擋在機車前方 也沒打算離讓 這年腳糾紛要從街頭告上法庭 其實只要雙方各退一步 就能化解衝突 記者SN小組再訪報導